歡迎收看全民音檢終極閱讀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全民音檢終極閱讀的時間了 那麼今天呢我們將延續上一集 繼續來講解有關於這個段落填空的文章 那麼上次我們講到這個段落填空文章裡面提到 這個科技所帶來的好處 但是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那麼今天我們將從這個負面的影響呢 繼續下去完整的解析整個段落文章的這個 這個整個內容 當然也希望如果整個節目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的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 全民音檢終極閱讀五字二 延續上次的第二部分 段落填空解析 這個 前面的部分呢是我們上一集的這個 可以說是前情提要 有一點點的前情提要 我們就從上次這個地方呢緊接著下去 把整篇文章呢做一個解析 好 Pretty soon 就是上次我們提到很快的 there will be capable of doing many of the jobs that human currently hold 上次講到這個hold的地方 也就是很快的呢 累這個累是後來他們提到科技所帶來的好處 但是所帶來的壞處 你給他舉一個例子來說 像他講的robot 就是所謂的機器人 那到底機器人會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呢 這個地方就就看到很快的 這些機器人呢 累他們將capable of 我們就是所謂的be able to 上次也提到war 那麼of 後面加動名詞 of 介系詞後面放動名詞 就是能夠呢 他做很多的這些工作 這些什麼樣的工作呢 人類current就是now 上次解釋過就hold 目前所掌握的工作 可能機器人也能夠取而代之哦 但是它是很多了 並不是完全哦 好 那麼從上次這個地方我們接著下去 那這個空格應該填什麼 我們要再把前後文 前後文的這個 整個來了解一下 以選出正確的答案 那麼robots are open 那麼機器人呢 能夠able to 剛剛他前面用的capable of 這邊就變成be able to to後面放圓形 是能夠去perform 這個地方非常重要的一個動詞 叫做表演 表演或者我們叫做 執行某一項工作 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叫perform 執行這些test的任務呢 就是這些任務就是指剛剛說 人類所能工作的這些工作 人類目前在做的這些工作 那adjust 那麼在一個 just只有一個 這個afraction afraction這個字非常重要 這個名詞叫小部分 不是很多但是一小部分 小部分 叫little little part just fractions of 什麼小部分 of the cost of people 就人類成本的一小部分 那麼這個地方 coast 這邊會有一個at at the cost 就是一個 就人類來講 小 比人類 佔人類的這個成本一小部分 換句話說 也就是說 他能夠 節省很多的成本 一個機械人搞不好 可以做很多人的工作 因此 就可以降低這個 人的這個 請雇用人的這個成本 所以呢 也就是說 他前面提到說 他不僅可以 來做這個人類 所能夠做的事情 同時他也能夠 降低整個成本 也就是這兩個都是優點 那這個優點講完之後 再講一個優點 我們叫做一個家 通常我們講一個 前面講一句話 然後呢 再延續這句話 再講更多的事情 我們叫做 通常我們講中文叫做 而且 再者 更重要的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一個延續的 加成的作用 除了是可以 可以做 這個人類的工作作為 他還能夠把這個成本降低 這個在文章裡面 就是所謂的加成 加成我們就很多了 這就是所謂的轉折語 像in addition 像什麼 叫more over 或是more 等等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可以找一下 馬上就可以找得到 in the end是最後 故事的結局 最後怎麼樣 那麼這個不可能 whats more 這個就是這個答案 這個就是這個答案 剛剛我們就提到 再者怎麼樣 或更重要的是什麼 這種加成的這種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 什麼什麼什麼 那for instance 就是for example 當然不是 不是舉例 那麼in brief 叫簡而言之 通常這個in brief 就是在做一個conclusion 做一個文章的一個結論 做回的結論 總之一句話 總而言之 簡要言之 這個當然都不對 所以我們就 whats more 其他人 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一個 不但可以做 人類目前所能做的事之外 他同時可以把這個成本降低 比人 只有這個人的這個成本的一小部分 所以有這個優點 那麼這樣就會造成什麼狀況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while this is good news for business its traveling to many workers 好 那while這個字很多意思 那時候他可以當但是 可以當作這個雖然 可以當作這個當 當跟那個混 股東經常用混什麼什麼 why什麼什麼 那麼在前面 通常如果是當然而的話 通常跟but一樣 所以放在句中 如果當在前面的時候 就是所謂領導負責值局的話 我們有這個雖然 或者是這個這個 可以當作這個當 那這個地方什麼意思比較好 就雖然 好囉 那麼就雖然這是一個好消息 對business 對商業 這個所謂的企業來講 當然這個好消息 降低成本 那企業當然是希望能夠降低成本 這樣子提高生產率是他最主要目標 那麼不過呢怎麼樣呢 雖然不過呢 its trouble trouble就是T-L-O-E-B-L-E 它當名詞這個麻煩 當動詞就是困擾著 那麼它正在困擾著很多的工人 那為什麼會對工人造成困擾呢 我們看一下 there could be massive unemployment 這個最糟糕 unemployment especially for low skilled workers 好 那麼它這個 there 就是有 there could be 將會可能有這個 massive massive 這個字呢 這是一個行動詞 就是我們講的 huge vast enormous innomers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什麼呢 unemployment 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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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mployment 那為什麼導致失業呢 那當然因為你這個用機器人 取代了人力嘛 那取代人力的話 那它就不需要這麼多人了 不需要這麼多人 有一些人必定會就失業了 被裁員了 這個就造成對工人的一個困擾 那麼特別是什麼樣的工人呢 我們看 especially for low skilled 就低技術人員的工人 low skilled worker 這個技術性比較低的這個工人 可能就被取代掉 就被這個職位的 robust 機器人給取代掉 所以當然這個問題 當然對這個所謂工人造成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麻煩 非常大的麻煩 所以這個所謂unemployment 當然這個時候就是需要 政府或是相關單位來介入 來這個輔導就業 或者增加第二專長 使它能夠很快的再找到另外一個工作 這個就變成這樣 好 所以many of 那麼很多怎麼樣呢 fear that 那麼害怕呢 there will be unable to find work 好 once robbers are readily available 好 那麼很 什麼樣的 那當然是指前面這些工人 這些工人 那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就國中應該就學過了 所謂的不定代名詞 不定代名詞 或是後面要放受格 那指這些人 這些人就是他們 很多人呢 他們 因為這邊有一個類 所以指這個 剛好主詞 這邊是受格 那麼他就害怕他們不能夠去找到這個工作 once 這個once有很多意思 也是有很多意思 像一次啊 曾經啊 這個叫一旦 一旦 因為它是個連接詞 conjunction 當連接另外一個句子的時候 它once 可以叫一旦 一旦呢 這個機器人呢 radely 就是很容易的 副詞 容易的 容易的 或者是就說什麼的 很快點 能夠 avariable avariable 取得了 這個avariable 以前在這個文章裡面講過很多次 avariable 像are you available 就是 你有空嗎 隨時可以取得到的 可以 可以聯絡到 或怎麼樣 avariable 所以這個是 隨時能夠 可以獲得 就是這個機器人呢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 可以隨 那麼 這個很容易的 取得到這些機器人 那機器人越來越多 那當然 那對這種 失業狀況就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所以呢 害怕呢 他們不能夠去找到工作 一旦這個機器人 可以說很容易取得 就越來越多機器人 他們就沒 沒辦法 所以他們中有很多人 他們中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要放一個獸格 所以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當然 it 不可能 let lose 當然是所謂的lame 這邊要放獸格 獸格 他們 這個lame lame就是這個lame 不能用lose 那些或者let 這都不行 所以我們要放一個獸格 叫many of them 或者是the workers 這些工人中有許許多的 哪些工人呢 就是low skilled 低技術人員的這些工人呢 他們會害怕他們不能夠去找到工作 一旦機器人很容易取得到 到處都有 huffly 就是但願 希望的就是但願 Governments and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就是enterprise enterprise 就是所謂 cooperation 或者是 company 公司 企業 政府跟企業呢 將會找到一個方式 對於我們剛剛說的 相關單人 或者政府企業 能夠找到一個 為這些人 來找到一個 另一個工作 能夠延續他們的生活 所以說 將發現一些方法去support 支持這些人 當機器人呢 隨時隨地的準備進入這個workforce 所以勞動市場 勞動市場 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尤其現在很多 這個最新的科技 或者已經推出什麼AI等等 人工智慧等等 所以這個會越來越多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工作 可能會被機器人給取代 所以說這個也是我們 大家必須要不斷的 我們人類必須不斷的求知 或者是增加自己的專長 以能夠延續自己的工作 那麼這也是非常重要 這是一個 未來的一個趨勢 不可避免 好 那麼這個是整個我們 今天答案呢 就是所謂的 B 以及這個D watch more 跟them 以及上次我們講的 五個題目 總共是五題 分五支一跟五支二 當然希望這個 大家如果有空的時候 可以從第一集看到第二集 把他整個文章給完整的 這個看完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這個小鈴鐺 以隨時隨地接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的頻訊息 期待 下次全民音節 終極閱讀見面 謝謝